说记者20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出台系列举措 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截至目前 已经预播专项救治资金194亿元 说2017年6月 香港特区政府与故宫博物院签署合作协议 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以策展的手法 展出故宫博物院 及其他世界重要文化机构的珍藏 18日 位于维多利亚港沿岸的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大楼主体结构竣工 博物馆预计将于2022年中开幕 届时将有约800件文物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运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说记者20日 从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获悉 历史新年的五威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 彩速修复工作目前已经完工 搬迁壁画全部完成修复工作 说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 记者从中国扶贫基金会了解到 到2020年10月底 同伴妈妈项目已覆盖近51万名儿童 说记者20日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 为减轻群众就医成本 我国实施三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112个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4% 节省医疗费用539亿元 使用过瓶仿制药和原盐药比例 从50%提高到90%以上 说11月20日起 公安交管部门在实施六年以内的 非营运六座以下小微型客车免检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免检范围 将六年以内的七至九座 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 纳入免检范围 每两年需要定期检验时 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 强制责任保险凭证 车传税纳税或者是免税证明之后 可直接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 申请领取检验标志 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